翠花正在努力地健身减肥 但座椅却在不受控制的身高 马特正在体验智能刮胡子 但刀片却不断靠近她的喉咙 珊姆想喝一杯82年的雪碧 智能管家却给了她一杯强流酸 尖叫声过后 难道只是翠花划破指甲盖 当然不止 回到屋子后 几人就发现了喝下硫酸的伤怒 她满口鲜血 倒地后便没了呼吸 安娜确定这是智能管家搞的鬼 她再次提出离开 但一切已经太晚 智能管家马哥不再隐藏 直接承认昨晚已经杀死小美和小帅 并且放话你们谁都逃不出别墅 几人来到安娜房间 这里被她临时加了防火墙 可以暂时隔绝智能管家的监控 但是想要逃出别墅 必须找到控制机房 刚出房间门口 就遇上了管家打印出来的小美和小帅 小美挥动手中的辫子 大美的头发被硬生抽断 谁能想到3D打印出来的复制人 力量竟然这般强大 马特被掐着脖子毫无还手之力 反而是一直逃跑的大美 一脚将小美揣飞了18米 爆炸声分散了小帅的注意 安娜趁机出手攻击 掉落的电锯被马特捡起 电锯插进了小帅的喉咙 按下开关后 白色的液体不断喷出 赶来的大美跑得太快 不小心踩到地上的断发 直接摔断了脖子 B型6人只剩下安娜和马特 两人顺利来到机房 安娜给主机导入破坏病毒 整座别墅发出了红色简报 两人刚逃到门口 楼上的玻璃突然破裂 两根机械触手伸了出来 两人又被抓了回去 智能管家打印了一副躯体 以人类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 先是折磨绑在按摩椅上的马特 接着把他们放了出来 当着马特的面杀死了安娜 但门口处又突然出现了一个安娜 之前的安娜竟然是假 气得管家大声尖叫 就连四周的玻璃都被震碎 一条触手从上空落下 安娜再次被贯穿身体 但是这个依旧是假的 就连身后的马特都是3D打印出来的 原来真的安娜还在机房 正在利用程序控制着这一切 安娜打印出所有的伙伴 6人围着管家发动了进攻 这一段相当的血腥刺激 心里承受不住的千万别去看原片 一阵厮杀之后 原型管家被他们消灭 安娜启动自毁装置 然后带着马特离开 可刚出门口 马特就化作了一滩白浆 原来之前他就被管家割破了喉咙 安娜回到车上启动蓝牙 结果传来了智能管家的问候 这才想起智能系统是连忘的